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3月24日 有关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一南一年先后想不开事件 在今日中国的国家媒体一样广望 也引用新黄河资讯提到 3月24日新黄河记者就此事 致电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该校党政办一名工作人员称 具体情况不清楚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 具体情况咨询永川区区委宣传部 永川区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该媒体记者表示 这个情况不清楚 具体情况不方便 对外说随后记者联系到 永川区当地公安局的宣教科 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提到 我们正在了解情况 正在调查中 另外我们查询到 当地警方在今日的通报中提到 广传重庆市永川区光彩大道 一高校女生被强奸后 以男友到楼部署时 坚河时 2023年3月10日 该校2020几学生 周某女21岁交约同校学生 甘某男22岁 甘某女21岁 唯某男21岁 刘某男22岁 等人聚餐饮酒 甘某趁周某 醉酒无意识 将其代理发生性关系 甘某获之后 以刘某为某 赶到案发现场 对甘某实施殴打 致甘某重伤 目前警方已分别 以常见案 故意伤害案 立案侦办 甘某灾人 涉嫌故意伤害罪 已被刑事拘留 甘某正在 医院救治暂未脱离生命危险 2023年3月20日 下午16时 五十分许 该校2021级学生 徐某男21岁 从学生宿舍 厕所窗户 跳下 经120医生 现场抢救 无效死亡 徐某所遗书显示 其悲观厌世轻生 警方经现场 勘察和调查走访 排除刑事案件 中上涉及该校学生的 强奸案件和条楼事件 当事人 并无关联 警方呼吁 广大网民 自觉抵制 网络谣言 不信咬 不传咬 转发当事人相关信息 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共同维护良好 网络环境 这些有关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为重庆市的一所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学校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光彩大道368号 学校的局部区域曾经为解放金第1424研究所 并有在建的巴南校区 记者 中国重庆市沙平坝区 沙平坝证监174号1楼 创立于2005年9月30日 中文字幕提供